可以使用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应该要学 在壮户台湾联盟理事长吴一龙 介绍急救相关设备后 内政部长林又昌有感而发地表示 基本急救技能每个人都应该要学 他在基督市长任内就要求所有局处首长 包括他自己都必须学会CPR 这也是内政部为什么 连年都要举办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的原因 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 正式开跑 为期两个月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 从9月展开 其中9月21号将动员全国救灾部队迁余人 办理大规模震灾消防救灾动员演练 就像气象局也将在9月21号当天9点21分 发送国家级警报讯息 提醒国人演练抗震保命三步骤 趴下掩护稳住 在期间我们有包括对民众的一个宣导 宣传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防救灾的一个知识 也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那另外就是我们机关团体 还有民间的NGO专业的一个团队 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情境来进行各项的一个演练 这些相关的演练不只是在一个地点 而是会在我们包括新竹县 新竹苗栗县等等的一个县市来扩大举办 所以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我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充分的准备 也就是希望把台湾 我们防灾的一个工作 能够做得更加的一个完善 而且更为深入 除了举办相关模拟演练 牛昌哥呼吁国人 勇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APP 这项APP以一站式提供民众消防防灾资讯服务 甚至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也可以查询避难资讯 提供包括台风地震等 多达21种的灾害市井推波 及灾民收容所等离线地图 这个防灾一点通 真的是部长要跟大家大推 我之前其实也推荐给大家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不只是消防的防灾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要把它升级为 是一个国家防灾的一点通的APP 那在上面可以得到各种的一个 灾害防救的一个这个讯息 还有包括这个你收容的地点 或者是我们物资的 这个取得的这些地点 甚至也包括避难的一个地点 所以这个非常大推 请大家这个多多的去下载来做使用 结合民间资源 内政部消防署也持续与 持继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合作 推广全民灾害意识与技能 更将与中国台湾联盟方面 共同培训台湾民间紧急应变队 让全民防灾网更为紧密 我们希望各个社区有更多的志愿者 更多愿意采取行动 帮助彼此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训练 从创伤急救 到轻型收救跟脱困 到灾害时的紧急通讯 甚至定向导航等等 这些都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民 应该要有的基本的观念跟意识 那这一次呢 9月21号 我们也特别与消防署合作 我们开始示范一个概念 一个新的概念 它叫做台湾民间紧急应变队的概念 就是让任何社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居民 我们社区的成员 第一时间有能力站出来 采取行动 自救互助 整个9月 内政部也与各卖场及网路平台 合作设置防灾专区 方便民众准备防灾用品及食物 林友厂以近期台风清洗台湾为例强调 透过定期防灾演练及建立防灾意识与观念 在突如其来的灾害发生时 才能冲农应对 有效减少伤害 确保平安 国家防灾日 大家一起来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昨天都发现了 凄员 他们发现了